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談 那個有關於雙標這件事情 迴力標很快就直接打過來了嘛 對不對 昨天其實大家本來是真的有這個福氣 這個福分自己講 可以看到呢 馬德跟巧欣的對談 同時巧欣也是轟爆了黃捷 結果呢 就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的來賓就直接溜走了 好啦我們現在來回顧 來看一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有既視感喔 余天的女婿算她的姻親 徐曉昕的姻親大姑也設詐 那結果呢這一件事情 現在民進黨到底怎麼樣子來回應 黃捷要不要跳出來譴責余天 結果呢黃捷的回應是說 人家余天都已經跳出來 就說要該關就關 但是妳沒有標準 我只覺得這個事情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呢 等一下 我要先跟你 你要去投票對不對 好 去投票 好 大家有看到嗎 突發狀況 就是因為立法院給我響鈴了 那時候大概十點 十點出頭左右啊 然後問薛小星問到一半 我聽到那個鈴聲喔 我大概薛就已經先量了一半 我想說完蛋了 我的來賓要跑走了 結果呢還真的 還真的就回去投票 但是大家也可以聽到 我們在那個採訪信仰就是這麼的有趣 然後有這個想 這個想你好像會想七分鐘 因為我看到這個七分鐘的狀況 好像就是從那個中心大樓 走到異常的那個時間吧 就算起來就七分鐘 所以整個全院區都會聽到這個響鈴聲 然後小星的 馬上就跟大家說突發狀況 然後要去投票 莎莎主播也來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莎莎主播一定就很荒謬 怎麼連這個都可以談有沒有 好啦 因為今天那個假洞嘛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現在在立法院裡頭 只要少了一個人 少了一個人之後那個投票的結果 可能就會差很多 然後他問我蹲下的部分 不是啊 你在大笑的時候 不是會蹲下這樣子笑嗎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真的是輸的五體投地 就是被鈴聲打敗的五體投地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呢就放那個小星去投票 所以這是笑成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昨天大家才可以完美的封殺 沈柏洋的提案 所以可以看到啦 國民黨的團結聽到鈴聲 不管怎麼樣 人就是要回到議場裡面來投票 至少到現在 從上次的那個盧仙義的風暴過後 假洞大家確實都有到 然後 欸莎莎說 借去明天爆掛來播 當然可以 因為明天爆掛有巧心 看起來他應該是 好好的可以來講這些 而且我都幫莎莎把那個文字上好了 哈哈哈哈 好啦反正就是立法院響鈴了 但是我也只能說 就是我覺得昨天在立法院真的是 荒謬到一個一個極致你知道嗎 哈哈哈 但是 但是 透過了這樣的一個 國民黨的一個團結 所以羅志強就算了 現在民進黨不敵立法院的藍白河 連敗了15次 所以羅志強就說呢 這民進黨真的是輸到整個都懷疑人生 養什麼鵝 都什麼軍 養鵝是什麼 你說什麼意思啦 欸真的歡迎明天大爆掛可以播放 我覺得有太多太荒謬的事情了齁 好那再來我們就先來進到那個余天的 來談余天的回力標齁 因為之前許小星的大姑色詐 然後民進黨從上到下 好民進黨從上到下 都在攻擊許小星 而且超家滅族式的來攻擊許小星 許小星就已經說他事前不知情啦 然後 欸沙沙說我還問小星的包包有申包嗎 當然 哈哈哈 申包這件事要問吧 但他說那個他說那個一萬多塊的包包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申包的問題 哈哈哈 好來 欸他是很喜歡我的笑聲 哈哈 好我們去看回來 反正許小星說他 他跟他的那個大姑 就是也沒有說到很熟嘛 然後呢他的大姑色詐這件事情 他也完全不知情啊 但在事情發生之後 許小星已經先說了 希望法院能夠從嚴來辦理 結果好死不死 這個回力鏢馬上打回來啊 馬上打回來去 去K那個許小星 去K這些民進黨的啊 然後余天設詐 余天他的應該不是余天設詐 余天他的家人 他的女婿設詐了 然後呢余天第一時間也跳出來說 他事前並不知情啊 同時呢他也說非常的可恥啊 該關就關 能關多久是多久 欸我想問一下喔 余天的回應跟許小星的回應 這之間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差別啊 許小星說從嚴辦理啊 余天也說余天也說那個要 該關就關啊 這哪裡有不一樣 而且兩個狀況都是 許小星的姻親還有余天的姻親啊 啊這不是都一樣嗎 這標準是一致的 余天也不知情 許小星也不知情啊 結果呢 許小星說的不知情 那個就叫切割 那個就叫無情無義 但是面對余天的狀況呢 我們的黃傑我們的吳思瑤 又是怎麼樣子來回應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的受訪畫面 那可以說一下 因為余天也說她事前不知情啊 對你相信她說她不知情 對啊 她已經說該關就關了 對啊 她已經說該關就關了 可是她這樣算是切割嗎 無情無義嗎 不會啊 她說該關就關啊 許小星說她只會自己負責 但是標準兩套 許小星很掐言 她也覺得要關就關不是嗎 她只會自己負責 她沒有標準 余天大哥她說得很清楚 正向的去回應社會 比起許小星的遮遮掩掩 那這次可以兩相比較 社會足以公平公斷 但余天也說她之前不知情啊 他們也是公開面對社會 太擔心和詐騙集團手上邊嗎 民進黨就算 我真的是忍不住欸 我太生氣了 所以我在那個吳思瑤人 直接轉頭過去的時候 我就直接喊了兩個字 雙標 就很明顯是雙標 然後你知道這場的攝影都在笑 你知道嗎 就真的是雙標啊 大家想想看喔 過去黃傑 過去吳思瑤 他們在罵許小星的時候 都嘛是站到麥克風前面 記者要問多少 哇他們回答多少欸 然後呢 今天變成是余天余天的問題 黃傑和吳思瑤 就遇到余天就轉頭啊 想要繼續追問下去都沒有辦法 這不是雙標嗎 吳思瑤站在前面 我們想要繼續再追問問題 他說就這樣就這樣 那我們也想問一下 吳思瑤說 人家余天是正向的面對 然後 許小星遮遮掩掩掩 許小星到底哪邊遮掩掩掩 他不是都站出來好好的來跟大家講清楚嗎 記者問多少他就答多少啊 他就站在麥克風前面講啊 然後黃傑更瞎 黃傑之前大家也都看到 他在站在麥克風前面 去狂轟那個許小星 結果呢 遇到余天的事情 我前面是先禮貌先問他說 欸委員可不可以到那個 我們就先受訪來講一下 他完全不想要停下來 他只想要門開著就直接進去 那問一下 余天那個叫做無情無義嗎 他不敢說啊 他該官就官 這是不是切割啊 你看黃傑 黃傑就說這不是切割 那許小星說從言辦理 許小星說不認識大姑 那就叫切割 所以民進黨的雙標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昨天很不滿直接說這是雙標 而且為什麼這兩個人 他們回答完問題之後 我一定要把他怼回去 我一定要追問回去 因為我覺得 不能夠讓民進黨這樣子亂帶風向啊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最愛混淆是非啊 當今天在場的大家 沒有任何的記者 能夠去挑戰吳思瑤 能夠去挑戰黃傑 那大家所收到的這一些的訪問 完完全全就是民進黨在是非顛倒的 在雙標式的去回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些狀況不能夠直接淹沒在冰山底下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講錯我絕對會跟你反問到底 然後再讓大家所看到 他們一旦面對了余天的狀況的話 人就是直接轉頭就走 不敢站到麥克風前面 看到有門頭就直接把它給鑽進去 我們不能夠讓大家都直接跟著 跟著在民進黨的這樣的一個風向底下跟著走啊 所以今天如果這些立委們 黃傑 傑綠鼠 傑綠鼠真的很好笑 學校新發明的新孩子傑綠鼠 還有吳思瑤 他們如果用同樣的標準面對余天 說他這個叫切割 說他這個叫無情無義 我絕對不會有意見 也絕對不會追問下去 但是你今天敢給我雙標 我就絕對把你問到底 然後呢再讓大家看到他們落荒而逃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 還有什麼李正套推的那個比賽 我看起來像余天嗎 那我要問啊 我看起來像馬德嗎 哈哈哈哈 這什麼奇怪的那個挑戰嘛對不對 然後更瞎的是喔 昨天黃傑貼文喔 他說 他說那個 許小新拿著余天女婿色詐的例子 想要來替自己洗白 但是現在余天 他沒有公職的身份 只是老百姓 不然這樣子好了 許小新你就先公開辭掉立法委員 那我就請余天來辭掉新北市民 這樣子公平吧 不是 反正他怎麼樣就是要許小新辭掉立委 但問題是請問余天要怎麼樣辭掉新北市民 請問余天是要辭掉中華民國的身份證嗎 哈哈 我真的完全看不懂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許小新就很酸啊 許小新就說 請問一下 是要把那個 是要流放余天去勞改嗎 哈哈 怎麼可以女婿出事情 然後叫余天放棄新北市民去勞改 所以我覺得那個黃傑也是蠻無情無義的嘛 但重點是要怎麼辭嘛 不是開除余天的黨籍比較有道理不是嗎 那為什麼今天是辭掉新北市民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真的是已經打到一個叫做語無倫次 就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子來打許小新 所以各種莫名其妙的類比都直接把他搬出來 剛剛馬德說我長得蠻像林辰佑 沙沙也長得蠻像李沛軒 哈哈哈哈 照樣照去 所以呢 現在就是看得出來啦 他們面對余天然後就不敢去講太多的東西 然後遇到余天的事情就一再推說 不知道啊余天大哥都已經講啦 但是他們面對許小新的作為的時候 猛攻猛打 而且我覺得最荒謬的是 現在不是大家都應該要來 要來譴責余天的女婿社詐的這件事情嗎 結果你會發現喔 黃傑不下車耶 黃傑繼續轉個彎過來再轟許小新 所以黃傑到底多愛蹭許小新喔 不過呢因為昨天我跟那個許小新的對談 沒有好好的把他做完嘛對不對 可是之後我還是有去訪到許小新 我還是有把要問的問題 在議場前面把他給問完 那我也把最精華最精華的片段都剪出來 讓大家一次聽得爽 看昨天許小新是怎麼樣子 來轟黃傑的一起來聽 我不曉得這個黃傑是不是有失憶症 這個腦袋跟魚一樣 好像記憶力只有7秒 這個腦筋喔跟魚一樣只有7秒 當初呢說要來告我 結果現在好像也忘記了 可能就是因為腦筋腦容量 只裝得下7秒的關係 所以呢一下就忘了 不要總是這麼的雙標 你除了翻白眼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政治常才 他就是老鼠節啊 大家不覺得他今天的動作很像老鼠嗎 抱頭鼠竄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呢趕快躲到門裡面不敢回答 隨便講個兩句就要跑了 我昨天 我昨天問 問許小新我是問到一直笑 他說他是什麼鯨魚腦 記憶只有7秒 讓我想要楊丞琳的那個失憶的鯨魚 我就這樣好不好 記住你撐到7秒 失憶的鯨魚 然後還說他不要只會翻白眼啊 還說他是什麼老鼠節 然後呢遇到事情之後 就直接從那個門裡面那個躲進去 而且重點是到今天 何堅堅已經算出來 確實已經18天了 黃傑不是說要告許小新嗎 怎麼告到現在都還沒有告成 到底在幹嘛 所以黃傑說要提告也是忘記 那黃傑忘記許小新之前 怎麼樣去講他的大姑色詐的案件 也都忘記 一切全部都忘記 好這個就是大家眼中所看到的 絕綠鼠 絕綠鼠 絕綠鼠真的很好笑耶 黃傑的絕綠色的綠老鼠的鼠 絕綠鼠 老鼠絕鯨魚腦 我相信這一段 昨天大家看到 昨天可能沒有把這麼精華的 都把它剪出來 但我今天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真的太好笑了 但是我後來在準備今天節目 我發現還有一些那個洋藥的 那個受訪的片段 洋藥跟吳炳鯉的片段 我還沒有時間來處理 明天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所以呢 整個那個余天雙標的部分 面對余天雙標的部分 先談到這邊 收音機 請看